六月的清晨,我们一家来到了美丽的波德森海边。 在海角的一方,有一个天文台可以仰望星空。 我们跟随着阿嬷的足迹,重新发现波德森的美。 曾经听阿嬷说,波德森的海浪很大,石头很多。 我想这就是阿嬷少女时期常见到的景色吧。 曾听阿嬷说 他和同学们一起到获得生的百年增堂 我们现在继承到阿嬷的家乡老港 中学时期 阿嬷每天坐一个多小时的巴士 往返波德森老港 他说老港是个小镇 没有中学 要到比较大的波德森才可以生学 1950年代的乡鲜走路 当然没有现代的公路 不要看 今天我们只需要大约20分钟的车程 这里就是阿嬷长大的地方 这里还是阿公阿嬷相遇的地方 一广数十年 但是老港这个小镇似乎没有太大的变化 穿过轮来轮往的小镇一条街 我们来到了守护着小镇的多贝公庙 入过古庙 我们便抵达了阿嬷的小学 中华学校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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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我们参观了阿曼的学校 还到了多贝公庙上了乡 下一个引荐 我们续乘到阿曼的出生地 冰城 优优独播剧场——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